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恐怖电影《神秘感染》第二阶段 故事紧接上一集的剧情,女主莎莎下车以后已经变成了毫无意识的丧尸,见到人就撕咬 这时她母亲就站在她面前,于是她毫不犹豫的就张开嘴,一口咬了上去,最后被警察一枪抱头挂了 上一集的屌丝男莱莉在和莎莎激情过后,担心自己会感染上病毒 于是来到医院请求姐夫帮她抽血做检查 姐夫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莱莉说全部都检查,能查的都查一下 还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她的姐姐 医生走后,莱莉发现自己背后有个伤口 这应该是昨晚激情的时候沙沙抓伤的 上面还存留一个她脱落的指甲 之后莱莉来到了警察局,因为警方发现了爱丽丝死在家中 想询问莱莉是否知道相关的线索 其实当晚在爱丽丝家中的时候,躺在浴缸里面的爱丽丝变成丧尸复活了 于是攻击起了莱莉,为了保命莱莉用刀将其杀害了 但是这些她没有和警察说起 随后警官给她看了一个照片,问她是否认识这个人 这个就是那天晚上感染沙沙病毒的那个神秘男 当晚在车中激情的时候,莱莉在外面都看到了 但是由于胆小懦弱并没有上前阻止他们 并且她还看清了那个神秘男的真正面目 由于怕自己会惹祸上身,这些她都没有和警官说起 晚上回到家里后,奶奶看她心情不太好 就递给她一杯酒,莱莉喝了一口放在桌子上 奶奶拿过去一饮而尽,这下估计她也被传染了 随后她给女警官打了个电话 把那个神秘男的车牌号码告诉给了她 于是警方就根据线索开始查找这个神秘男的资料 这时候神秘男的车停在路边 正在和车上的一个失足妇女做交易 她想把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 随后把失足妇女打晕带走了 时间来到感染后的第五天了 莱莉还在坚持做运动 回到家以后,她竟然觉得屋里面很冷 然后在刷牙的时候 竟然发现有个虫子在眼睛附近一晃而过 这些症状和上一集的莎莎一模一样 随后她用一些消毒药水浇在后背的伤口 她以为莎莎毒就会没事 也许她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第二天,护工哈波来到家里给奶奶检查身体 发现奶奶的嘴上有破损 很明显老人家免疫力低下 已经开始出现感染迹象了 这时莱莉接到姐夫的电话 电话中她告诉莱莉 血减结果完全正常 让她不要担心 这下莱莉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但是她哪里知道 这么强悍的病毒 岂是一个血肠龟就能化验出来的 此时,沈密男正在自己的老巢中 准备录音发给警方 大致意思就是 我要把病毒传染给每个人 让你们每个人都受尽折磨 不得不说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变态 太恐怖了 随后众人来到了爱丽丝的家里 开追悼会 这种场合大家本来应该都很严肃才是 但是莱莉的姐姐却当众推销起自己的心出来 这一幕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啊 这时候莱莉的症状开始发作了 她顿时感到头痛欲裂 天旋地转 鲜血从鼻子里渗出 滴在了桌子上的蛋糕上面 随后在卫生间里面 有更多的鲜血喷扭而出 这时候她明白 自己即将大难临头了 此时在房间里面 莱莉的姐姐居然把带有鼻血的蛋糕 一口吃下去 这下好了 姐姐也肯定被感染了 晚上莱莉和哈波来到酒吧消遣 期间一直暗恋莱莉的她 忍不住亲了她一口 她哪里知道 这一下就会让她把小命都搭上了 此时女警官根据莱莉提供的车牌号码 查询到了神秘男的住址 于是她孤身一人 来到了这个昏暗有恐怖的房间里 只见房间的墙上写着几个字 我是终结者 房间里面还到处都张贴着多个受害者的照片 这时候之前被抓过来的那个失足妇女 已经变异成丧尸 看到女警官后就迫不及待的向她扑来 虽然在最后关头 女警官一枪打死了她 但是含有病毒的血液也进入了她的身体 看来女警官也难逃被感染的命运了 很快来到了感染的第六天 莱莉从一阵呕吐中醒来 此时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小便时出来大量的血块 眼睛也充满了血丝 更恐怖的是 胸口还有虫子在皮肤下面爬行 后背的伤口满是各种水泡一样的感染症状 但此时她还没有失去人类的意识 而抵抗力低下的奶奶 此时已经变异成无意识的丧失了 随后她来到了姐姐家里 姐夫看到她病症如此的严重 连忙劝她赶紧去医院隔离 但是莱莉觉得医院已经治不好她的病了 去了医院也是等死 她认为只有找到病毒始作用者神秘男 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此时在警局中 国土安全部生化防护局的官员 找到女警官播放了一段神秘男的录音 里面说到人类是一种应该被消灭的细菌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要消灭全人类 你们都本质好看吧 他们认为这种变态行为 已经上升到反人类反社会的层面了 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女警官说是不是这个神秘男 在到处散布病毒 官员回答道说他本身就是病毒 临走的时候告诉女警官 一定要抓活的 哈波的感染症状也开始明显起来了 这时莱莉找到了正在上课的哈波 告诉她已经被感染了赶紧跟我走 起初哈波还不幸 随后在一阵的拉扯中 把赶来保护她的倒霉的男同学吐了一身血 于是就跟着莱莉一起开车走了 此时莱莉终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她知道神秘男就是个反人类反社会的人渣 她的目的就是不断把病毒传播出去 看着自己的朋友和亲人一个一个的倒下了 她现在想做的就是尽快找到那个神秘男 只有找到她才能结束这一切 这时候女警官接到莱莉的电话通知 说她奶奶可能会出现意外 于是警察全副武装来到莱莉的家里 在昏暗的房间里 老太太已经变成毫无意识的恐怖丧失了 一个走在前面的警察率先领了盒饭 女警官见状一枪爆头 将老太太打死了 这时他们两个人来到大胖家里买枪支 准备去找神秘男报仇 但是她又不知道人家的住址 于是莱莉举起枪威胁起大胖 因为她知道大胖和神秘男有过交易 但是大胖也并不清楚她的住址 正在几人对峙的时候 警察赶到了这里将他们包围了 随后两人被带到医院进行急救 女友哈波由于病情严重 抢救无效死去了 莱莉由于命打暂时保住了命 当她醒来后 女警官向她询问了一些神秘男的事情 她告诉莱莉 迄今为止已经有37起病毒感染事件了 如果再不找到这个变态的人渣 感染的人数可能会越来越多 正在这时候 神秘男来到了医院 只见她身上绑着炸弹 手里拿着冲锋枪 威胁起在场的众人 女警官见状立马拔枪 两人对峙起来 这时候神秘男突然开枪一阵乱射 数名在场的警察和医护人员纷纷倒地 只有女警官躲在角落里逃过一劫 此时在病房中的莱莉突然跑了出来 从背后偷袭神秘男 但是由于她感染严重 身体虚弱 根本不是神秘男的对手 随后莱莉被她一枪打死了 就在神秘男要解决女警官的最后时刻 变成丧尸的莱莉 从背后一口咬住了她的脖子 自此 这个变态的人渣终于被解决掉了 看人已经失去意识 变成丧尸的莱莉 女警官一枪解决了她 电影到此也就结束了 另外这部电影还有两个彩蛋 莱莉的姐夫发现 已经变成丧尸的妻子 这画面有点辣眼睛就不看了 另外一个彩蛋就是 第一集的那个医生 原来是幕后黑手 神秘男也没有变成丧尸 他们会不会再谋划 什么更大的阴谋呢 这恐怖病毒 会不会更大范围的扩散呢 看完这部电影 最大的感悟就是 千万别做坏事 有时候一不小心 就可能会踏入万丈深渊 万劫不复的境地 好了 今天的电影说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哦